眼前这个笑得一脸灿烂的女子 不仅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还利用自己在法学院所学的专业知识 熟练的将母亲的尸体肢解成九块 随后装进四个袋子里 抛尸到附近一处废弃的工地 直到警方找到她时 她还一脸的不在乎 甚至在人前装疯卖傻逃脱关系 她真不自然的性格 她的威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女子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残忍杀害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13年3月21日傍晚 江师傅和工友下班准备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 她经过一处工地 正当他们一边交流 一边向前走的时候 突然眼前的黑色拉杆箱 和几个条纹编织袋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出于好奇 江师傅叫上工友一起前去查看 走近时 江师傅的工友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两人将行李箱打开时 面前的一幕瞬间将两人吓傻了 随后缓过来的江师傅 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后 清白江区公安局的人迅速赶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 警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黑色的行李箱 以及旁边的编织袋里 存放着大大小小的 形状不等的尸块 尸体已经有腐烂迹象 现场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即使是有着许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 也被这场景震惊了 随后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并不能确定这里就是作案现场 很可能是凶手将其杀害后 抛尸到这里的 随后 警方发现 死者的尸体被分成了九块 经过观察 行凶的人应该具备相关的解剖知识 很明显 是一起碎尸杀人案 可警方对现场及周围的群众走访了解 附近并没有失踪的人口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清白江区不远处的武侯区 警方找到了线索 原来 在发现尸块的前一天 武侯区警方接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的报案 男子声称前不久 自己的母亲在姐姐的陪同下 来到当地一家肿瘤医院化疗 可这几天突然联系不上两人 据了解 年轻男子失踪的母亲叫李化琼 在火车站附近的肿瘤医院治疗 警方来到医院进行了解 发现李化琼失踪的时间 和工地发现尸体的时间相近 于是警方猜测 这两个案件之间是否有关联 法医那边也有了消息 根据检测 确定死者就是李化琼 四川女大学生拭目案 将身患癌症的母亲肢解成多块 随后在指人现场口出狂言 死者是李化琼 可跟他在一起的女儿也消失不见 警方怀疑 受害者的女儿可能遭遇不测 随后在死者李化琼儿子的描述中 警方来到了李化琼和女儿的住处 由于医院的住院费太高 李化琼便和女儿住在附近的一间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离医院不远 前每日只需要15块钱 是再合适不过的地点 随后警方向招待所老板询问 确认两人就是住在这里 只不过老板也有几日没见过他们了 在两人居住的住所 警方觉得有些诡异 房间完全没有住过的痕迹 似乎是被什么人刻意打扫过 在房间内也不见李化琼女儿的身影 随后警方在被打扫的房间里 检测到墙上有大量血迹的存在 基本可以断定这里就是案发现场 可眼下虽然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却迟迟不见罗小敏的踪迹 于是警方决定先找到罗小敏 随后根据罗小敏弟弟提供的信息 警方来到了罗小敏在成都的住处 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罗小敏竟然住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地方 每个月的房租仅需130元 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日常生活必需品 据房东表示 罗小敏平日里没有工作 平日里没事了也只待在出租屋 对于罗小敏的踪迹 房东表示自己昨天才见过对方 于是警方在罗小敏的住处蹲守 终于在凌晨看到了外出归来的罗小敏 对于自己母亲的消息 罗小敏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 甚至还向警方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母亲 可招待所的监控画面中 明明是他与母亲一同出现 对于这样反常的举动 警方觉得罗小敏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警方在罗小敏的身上 发现多处少量的血迹 经过检测 这些血迹正是他母亲的 可罗小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选择如此残忍的 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呢 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罗小敏不仅没有丝毫紧张 甚至还全程面带微笑 让人看着毛骨悚然 最后警方带着罗小敏来到现场指认 让警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罗小敏一点也不害怕 全程笑着指认抛尸的地点 甚至在土中挖出母亲残缺的躯干时 罗小敏还边指边笑 警方一度怀疑 罗小敏患有精神疾病 可在随后检测报告出来后 罗小敏没有任何精神疾病 四川女大学生侍母案 将身患癌症母亲肢解成多块 随后在指认现场口出狂言 对于罗小敏的这一系列表现 还得从他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罗小敏出生在农村 从小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可在那个年代 罗小敏的母亲却不像其他农村家庭一样 有过于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相反 他鼓励罗小敏多读书 好好学习 而罗小敏也不负众望 在高考结束之后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石油大学 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 毕业后罗小敏在甘肃天水的中石油工作 年薪有将近十万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薪资 可在入职后没多久 年轻靓丽的罗小敏就被上级注意到了 之后罗小敏多次被领导遣规则 可由于那时他刚毕业 对职场上的事情不太懂 他害怕自己失去这份工作 于是便选择忍气吞声 可之后他和领导的关系 被领导的妻子抓了个正常 最后对方在公司大闹 惹得众人非议 迫于无奈之下 罗小敏虽然委屈 却也无奈地选择了辞职 可就在这时 他得知家中母亲身患癌症 原本他还能用之前的那点积蓄 维持着母亲的医药费 可没多久 家中再也不堪重负 母亲也常常指责他为什么离职 可他也只是不吭声 最后因为工作以及治疗费的事情 罗小敏多次和母亲爆发争吵 面对母亲的指责 罗小敏心生怨念 他痛恨母亲的不理解 也抱怨自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终于在一次争吵中 罗小敏拿起一旁的水果刀 捅向了自己的母亲 之后他并没有感觉害怕 反而觉得十分释然 最后他将母亲的尸体分解 并放入了多个地方 在出租车的带领下 找到一处抛尸地点 之后他本想通过装疯卖傻 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 可惜最终他还是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小敏叶 小敏叶